昨天我们讲到巴特的宗教观 我们说巴特是反对自由派神学的宗教观 因为自由神学是从客观转移到主观 它把宗教看成是人固有的 就是人最高的成就 是人所很珍贵所得到的东西 这样子呢 借着宗教人可以提升到神的高峰这个地方 在宗教里呢 神圣的就在人里面彰显 让我解释一下神圣的 不是神啊 是神的 它没有说明是什么东西 我们继续会解释这个 十九世纪的斯莱玛特以后的自由派神学 这样的模模糊糊的 神的 神圣的 彰显在人里面 好叫人与神有连续 它不是讲神、人和好 它是神与人之间就没有那么远了 很靠近 让人能够爬到高天 让他完全能够在神面前居住 巴特说 巴特说我们要同心来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话那里 那请注意哈神的话不等于神经 神的话跟神经不同的 那你听到神的话这四个字 耶稣基督的四个字 你不要马上就把它等同说 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圣经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个救主 不是的 巴特重新的强调宗教里的客观的那面 注重神的话 神的启示 我再说神的话 神的启示 不等于是我们这本的圣经 他不厌烦地跟他的同代 巴特最重要第一本的书是 罗马人数著诗 1919年出版的 基督教汉语研究出版 是已经出版过的 就是刘晓峰他们在香港出版过的 这本不是圣经著诗 你不要当作圣经著诗来读 罗马人数著诗是巴特的 满有存在主义制裁的神学的宣告 你不要把它当作圣经著诗来读 巴特毫不厌烦地说 对他的当代说 人没有道路到神那里 甚至乎透过宗教 也没有道路到神那里 只有一条路从神到人这里 听起来很对 那请记得这个是康德之后 康德说什么 人不可能按照他的理性 科学找到神的 所以巴特所讲的都受了康德的影响 虽然他反对 斯莱玛和伊兰那种的自由派神学 但是他过不了那种的 宗教是主观的 不是客观的 圣经从来不称赞那些自由派的宗教 不断地责备他们 定他们的罪 自由派的宗教 巴特说就好像巴利塞人的宗教 就好像保罗时期的犹太派 他甚至乎说 他甚至乎让他同代的神学家 大词一经 说宗教 这种的自由派的宗教 现代的宗教 是人像神犯的最大的罪 齐克国已经讲这种的话的 后来的潘霍华 也是讲这种的话的 所以齐克国巴特 潘霍华他们讲的都很迷人 很美的事啊 我们的教会不行 多神的旨意 宗教是在神面前大犯罪 听起来都好像很伟大 巴特说 宗教的历史呢 特别是过去的一千年 宗教的历史 其实就是宗教里面不对的 不真的的历史 就是一千年来宗教表达出来 都是不真的 他说当宗教 意识到自己是宗教的时候 当宗教在人的心里 在历史上能够想象 能够看得到的时候 他就已经从他的内在的真意 堕落了 他从他的真理堕落成为偶像了 宗教的真理是在他的 otherworldliness 不是今世 是另外一个世界里的 宗教的真理是在于 他拒绝圣洁的概念 他拒绝他的历史性 现在越讲越含糊了 对不对 什么叫宗教拒绝圣洁的 或者分别为圣的观念 就是说很多的宗教都是说 我们是宇宙不同的 他说在地上这种的圣洁 都不是宗教 所以他说 我要让基督教 从斯莱马赫的捆绑释放出来 而斯莱马赫实在是看不到 瞎眼 看不到人身为人 不但需要 不但有需要拯救自己 同时是完全没有盼望拯救自己的 人不能够自己包住自己的 宗教的全部 包括特别包括基督宗教的全部 就表达这种的需要 就是 One cannot speak of God simply are speaking of men in loud voice 你讲论到神 你要讲神 不能够用很大声讲人 就算是讲神了 讲人 人的宗教 人的经验 不等于讲神 他说 基督教就显明 人根本没有可能拯救自己的 宗教不是人所拥有的 不是人所拥有的 宗教不是历史上彰显的 乃是从上领导人的 这里有两点 一个是宗教不是人所拥有的 受过巴特影响的 包括中国现在最红的基督教哲学家 他们都会这样说的 我们的基督徒并不拥有真理 我们是向真理做见证的 我们向真理做见证的句话 表面上 我们正统的基督徒是承认的 是同意的 你不能说 我们只是见证真理 我们并不拥有真理 这个是受到康德之后 其刻果存在主义影响过出来的 我们没有真理 真理是飘飘然的 斯莱玛和 真理什么 真理只不过是 人的宗教经验的一些的 痕迹一些的记录而已 我们并不拥有真理 他说 真理是从上而下的 真理 或者宗教 从上而下 不是在历史中的 这个不是在历史中 他是说 人不可能在时间空间里面 真的抓到神 真的有他的宗教信仰 不可能的 那这个刚刚就是跟我们说讲的相反 从康德开始讲的 你们宗教在楼上讲 不要在楼下讲 不是要楼下这个历史科学 理性的范围 不是的 顺便提一提 刚才我们唱过这首 有一点点自然神论的 味道的诗歌 自然神论是1710年18世纪的产物 康德是1790到1800那段时间写书的 自然神论说 让理性来判断 神的启示 是不是真的 理性来判断 神的启示 是不是启示 理性通不过的 就不是神的启示 好 所以从下面理性上来 要看上面的启示了 康德呢 把神启示等等 就放在理性以外的 理性以上的宗教的范围 那就是说呢 你不要说什么挪亚方舟 洪水 泛滥地球这么多天 怎么可能地球被水包围呢 怎么可能身体复活呢 神变成 这些都是宗教范围的东西 所以巴特就说呢 宗教不是历史中的 神没有进到历史中 神在历史以上的 那这个就恰恰跟我们正统的基督教相反的 我们正统的基督教说 基督若不复活 你们的信心是往而的 你们的 就是耶稣基督真的进入到这个世界 从神创造世界 神就创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 然后神不断在这个物质的宇宙里面 启示他自己 心神奇 他来过 阿伯拉罕的三个客人 一直到三一里 三个朋友 第四个人在炉子里面 然后到耶稣基督 神在历史中启示他自己的 那巴特说不是的 神的话 宗教当然都不是历史性的 不是在历史里面的 继续讲 他说宗教不是人用来改善他自己 能够进天堂 因为这个世界和另外一个世界 未来的世界是完全本质上不一样的 宗教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物 人拥有了它 就可以有盼望 面对未来 不是的 宗教乃是一种的态度 一种的思维方式 一种的情操 人被当人的启示 来 confront 当人 必须要正视 神的启示 当神的启示 向人挑战的时候 人就被带到这种的 自为 这种情操里面了 confront这个字中文怎么翻译的 confront 面对 面临 当人必须要面对神的启示的时候 他就有这种的 宗教的情操 就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 所以一个真正有宗教的人 就是对自己绝望的 对所有人这个层面的事情都是绝望的 下面这段我们鼻息没有的 这个宗教的人就会跟以赛亚一样的喊叫 我诱惑了 又跟保罗这样子说 我真是可怜 谁能救我 脱离这个罪 神呢 巴克自己说 宗教并没有为人带来人生问题任何的解决 宗教让人对自己成为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insoluble enigma 宗教不是他的救赎 连发现救恩都不是 宗教乃是叫人发现 他不得救到 这个是一个悲哀 A misfortune which falls with fatal necessity upon some men and from them is hered to others 这种悲哀呢 是好像命运一样 人必须面对 而且传到其他的人 就是因为有这种的重担悲哀 施洗约翰呢 跑到旷野里面去宣讲 悲改和审判 知道 就是因为有这种的悲哀的重担 有哥利多厚书这种的叹息 好 好 所以 巴克的一再的责备宗教 人的宗教呢 是 是不能救人的 我现在先预告 那神的启示又怎么样呢 我们下面启示那边会讲 巴克的启示观 启示是从上而下 但那个上是一个超历史的历史 总是说不清楚 是说不清楚的 所以你不要听到一些非福音派的人 责备宗教就以为他们是代表 恒正的信仰 来责备的 我们福音派 基奥派外面也还有很多的 不信圣经的 巴特这种的 不信圣经的 来说宗教是不行的 哥培里布道也会这样说吗 我们与神是一个关系 不是宗教 我们不是宗教 我们是与神的关系 这种话巴特也懂讲的 也会讲的 所以我们说 不是宗教 乃是我们与神的亲密的关系 是什么意思呢 必须要说清楚 必须要说明 圣经这本书所启示给我们的救赎的道理 是讲耶稣基督 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肉身复活的 巴特不相信肉身复活的 好 你看伯克夫 没有批判巴特 他就把巴特这种批判宗教的 就铺成在他的书里面 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巴特写书的时候 与伯克夫写这本书的首诗年代是很靠近的 所以可能还没有时间去消化巴特所讲的 到了1946年 范泰尔就写了一本 金的新的现代派神学 New Modernism 就对巴特和 Burner 这两位新正统的神学人 就当头半壳的写了一本 几百页的批判 后面再写多一本 基督教与巴特主义 这些的思想目前正在中国大陆和海湾华人教会团博的 这些研究基督教的中国宗教学者 以前总称为文化基督徒 不过文化基督徒可能更正确的名称是在中国研究基督教的学者 他们所翻译的书 那部分都是受过巴特影响的20世纪的神学作品 好 上面我们讲过宗教究竟是什么呢 宗教是客观的 神的律法 神的诫命 神的典章 耶稣基督就是律法与福音 然后我们人以信心加上敬虔来回应 而不是自由派所讲的人去寻求神 神在人中间实现了 绝对不是 也不是巴弹那种的朦朦胧胧的 只会批判人的宗教 后来说去说不清楚 不是的 我们传的神的计划 是律法和福音 律法和福音 那波克福呢 讲到律法 他说 客观的宗教就是神的律法 借命典章 询词判断 那些都是诗篇里面有的 弟兄姐妹 我们灵修的时候读到诗篇 诗人说 我爱慕你的律法 你的询词的时候 你不会在灵修的时候说 哎呀 大卫 你不知道吗 我们现在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 在恩典之下了 你不会这样子读 读诗篇的 律法和恩典 律法和福音 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不仅仅是旧约和新约 我这样解释一下 整本圣经的主题 就是神的约 你说不是救恩吗 是 救恩就是用约来表达的 好 那这个约呢 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 有恩典的层面 有律法的层面 旧约如此 新约也是如此的 神向亚伯拉罕 所赐的应许 加拿大书第三章 都是恩典的应许 白白给他的 亚伯拉罕只是 借着信心领受了 而加拿大书第三章 告诉我们 神给了亚伯拉罕应许之后 430年 借着摩西所赐下的律法 所颁布的律法 并没有废弃 430年之前的应许的 所以旧约是讲恩典的 是讲恩典的 那这个恩典的救恩 有律法陪伴着 最好的例子就是十节 神对以色列人说 我是拯救你们 就是我的恩典 临到你们 打救你们出埃及的神 恩典 所以 所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敬拜偶像 不可望在耶华的名 要守恩典的等等 都要守诫命 诫命是给那些 蒙恩典的以色列人 蒙恩典的神的子民 去守的 神从来就没有 要求吩咐人 靠守诫命 而称义得救的 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 加拿太书第二章都讲过 没有一个人是靠守律法得救的 律法都是让蒙恩的人来守 表达他们的感恩 旧约如此 新约也是如此 耶稣说 你爱我吗 尊守我的解命 好 所以真正的宗教乃是 使神的恩典和律法 领导人 人以信心悔改 和遵守神的律法 来回应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 自由派跟八道派的宗教观 那真正的宗教乃是 神的恩典和律法 简单的说 神的约 神与人立约 人要回应守约 透过信心悔改 和遵守他的解命 好 现在我们来到 B 这个宗教 是在什么地方 The seat of religion 这个是中文很难翻译的 宗教 宗教是所在 我说宗教出自何方 或者宗教处于何方 可能正确一点 那 伯克夫呢 就给我们走过宗教历史 或者宗教观 宗教研究的历史的三种的理论 那 他说 有一些人说 宗教出自理性 宗教是知识 有些说 宗教出自意志 宗教是道德行为 有些说 宗教出自感情 宗教是人的宗教情操 再说一次 伯克夫说 有些的理论 说宗教是出自理性 宗教是知识 有些说宗教出自意志 宗教是道德 生活 有些人说 宗教出自感情 宗教就是宗教的情操 他说这些都不对 宗教呢 是来自人的心 心这个字 心这个字 heart 就等于灵魂 就等于知 情 意 的总和 伯克夫呢 是一个二元论者 不是三元论者 一说人呢 是灵魂 人是身体 那这个灵魂 就包括了理性 意志和感情的 简单的说 也就是引用旧约 来吩咐我们 说我们要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 爱我们的神 那这里就包括了 我们的理性 尽性 包括我们的感情 尽心 包括我们的意志 尽力 尽心 尽意 尽 还有尽意 那这些字呢 都 用的时候 都有一点弹性的 圣经里面用的 心 性 意 力 灵 魂 甚至不体 都是在讲 讲整个人 比方说我们唱过 把你最好的 先给出 先你的心 先你的青春 先你的力量 等等 那些都在讲 我们一切的一切 当我们线上 我们青春的力量 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 我不献上我的理性 耶稣基督 我的理性还是 回大学的哲学系的 我还是用我们的存在主义 我的人文主义来 考虑 不是的 我们把我们的头脑 也献给主 好 就我们的心力 更新而变化 而我们不仅仅是 献我们的头脑 给主 我们也要 化成我们的经验 情感方面 也要化为 我们的行动 生活 意志方面 所以知情 意 都是 我们来爱神 圣服祂 的一些的范围 总的来说 整个人 所以心这个字 代表人 整个人 我是谁 我是 这个心就代表 我是谁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